这是一个关于作家卡夫卡和洋娃娃的传说 有一天,我们终究会与所爱的人分别 但爱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归 1923年秋天,卡夫卡与女友朵拉午后出门散步 阳光和徐,空气清新,一切如此美好 仿佛上天恩赐的礼物 他们经过公园,遇到一个哭泣的小女孩 卡夫卡没结婚,没有孩子 小女孩的哭声触动她心里某个隐藏的角落 她问女孩为什么哭泣 女孩名叫小丽 她说洋娃娃不见了,可能掉在公园 卡夫卡和女友一起帮忙小丽找娃娃 四处都看了,还是找不到娃娃 小丽哭得很伤心 她家就住在公园旁边,经常带娃娃来公园玩 卡夫卡和小丽约定,明天一起再来公园找娃娃 这时卡夫卡闪过一个朦胧的想法 她是写小说的,有丰富的想象力 如果明天还是找不到娃娃 她决定用小说家的方式来安慰小丽 隔天三人又一起在公园找娃娃 还是没有找到 卡夫卡安慰小丽 也许娃娃没有丢,她只是去旅行了 小丽问,娃娃去了哪里? 她为什么要去旅行? 卡夫卡说,娃娃长大了 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就像每个人长大了 都有一天会离开家,到外面去看看 她又说,自己是个邮差 可以帮忙到邮局查一查 也许娃娃会写信给小丽 他们三人约好,下周在公园见面 卡夫卡回家,开始动笔写信 她感觉双手有微微的灼热感 她写过许多小说 但从来没有写过这种题材 她脑中充满了娃娃旅行的情景 见面那一天 卡夫卡交给小丽一封娃娃写来的信 小丽还不试字 卡夫卡读信给她听 亲爱的小丽 对不起 我没有告诉你一声就走了 希望你不要生气 我一直想去旅行 不能再等了 我现在正搭乘火车 要去一个美丽的地方 空气中飘来花香 不知道是哪一种花 你一定也会喜欢这种气味 请不要担心 我会想念你 会继续写信给你哦 每隔几天 卡夫卡都会带给小丽一封娃娃的来信 亲爱的小丽 我爬到山的最高处 看到太阳升起 天空是淡淡的紫色 紫色不是我最爱的颜色 你喜欢紫色吗 常常想到你 我会继续给你写信 亲爱的小丽 我现在巴黎 三餐都可以吃到可送面包 法国甜点也很好吃 我每天都吃得很开心 一点也不怀念 从前吃的红萝卜和豌豆 我好想你 娃娃很规律的来信 小丽非常期待 听她的旅行新鲜事 娃娃去英格兰 遇到彼得兔 在巴塞隆纳 她参观了高地的建筑 在摩洛哥 她喝到可口的薄荷茶 她骑骆驼时 被骆驼吐口水 她又去埃及看金字塔 踩在柔软的沙土上 她搭船 尤尼罗河 认识了几个新朋友 他们叫她阿拉伯裕 娃娃特别提到 她感觉自己正在长大成熟 后来接连游几天 小丽都没有看到卡夫卡 只有她的女朋友 朵拉来 朵拉说 卡夫卡头痛 无法出门 又过了几天 卡夫卡来了 脸色苍白 小丽问她怎么了 卡夫卡说 感到有点疲累 但她没有忘记 带来娃娃的信 亲爱的小丽 我参加一个北极探险队 这趟旅程会很久 路上冰雪覆盖 充满挑战 但我并不害怕 我可能很久 都没有办法写信给你 我很高兴曾经陪伴过你 和你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 卡夫卡告诉小丽 这可能是娃娃最后一封信 因为她忙着游历世界 小丽说 有一天 她也会去看看世界 她会小心 骑骆驼时 不要被骆驼吐口水 卡夫卡也提醒小丽 记得要带纸和笔 记下看到的新鲜事和感想 公园的树 叶子快落光 树枝光秃 直向灰色的天空 一阵风吹 卡夫卡不停地咳嗽 只好和女孩道别 小丽不再因为娃娃离去而难过 她满心期待 长大之后 也要去游历世界 隔年春天 卡夫卡永久安睡了 去另一个世界旅行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卡夫卡和小丽最后一次见面 交给小丽一个洋娃娃 小丽很惊讶 她一眼认出 这不是原来的娃娃 卡夫卡解释 卡夫卡解释 娃娃旅行世界各地 长大成熟 这些经历改变了她的心灵和外貌 卡夫卡是写小说的 她知道小说必须有完整的结尾 她在娃娃的衣服里 藏了一张给小丽的纸条 上面写着 有一天 我们终究会与所爱的人分别 但爱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归 细草为风讨论分享 卡夫卡笔下的世界荒凉 充满无力感 这个故事却展现卡夫卡潜在的暖男特质 卡夫卡惯常以文字控诉批判社会 这回她却扶手甘为如子牛 然而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流传 真实性很难考证 卡夫卡生前分毁了九成的手稿 娃娃书信并没有档案佐证 故事的原型来自卡夫卡的女友朵拉 她向卡夫卡传记的纸笔人 透露了卡夫卡这段经历 故事的内核也许却有歧视 卡夫卡安慰女孩 娃娃只是旅行去了 至于故事的细节部分 不排除后人陆续的添加润世 因此故事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流传 视频中的两个版本 您喜欢哪一个呢 我是西草微风 欢迎点赞订阅与留言 谢谢收看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